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我們在上個禮拜 是講到這個力學的時候 因為同學們都是電機背景的 那對力沒有概念 所以老師再重新講一遍 那我下一個的時候想徵求一個同學 有沒有人家裡有保利龍的 我想用保利龍 把這個圖形畫出來 去加工出來 我如果把它加工出來以後你就會看得懂了 實際上這個圖形 你把他想成這個力 因為我如果把這個圖形 立體的圖畫出來以後 你可能就一目瞭然了 實際上這個力量就是那個立體的體積這樣 那一點可能同學對立體的概念不是很清楚 如果同學動手做能力很強的人 可不可以講一下 老師拿錢給你 那去把保利龍去把它切出來這樣 我跟你講一下怎麼切 那你我拿同學給各位看 那就禮拜四 還有今天講了就完全都懂了 你懂是吧 那目前是你們很難理解這樣 那待會我會把上個禮拜的小考畫給各位 那我先把這個立體講完這樣 這個是我們各文的立體這樣 這立體裡面是說 藍色這是一個活動式的一個夾門 你不要想是一個水庫這樣 那滾龍色你不要想就是水泥結構 然後我們在一個陰內會根據那個水庫裡面的藏水量 吸了的時候 這個夾門可能會把它往上升這樣 讓我們有興趣的是這個藍色這個部分 它承受的力量 因為我們要算那個力 目的是要去算那個結構材料 要用奪厚的材料 才能夠承受那麼大的力量 如果那個材料是很薄的 很明顯的這個材料這個夾門就容易壞掉 這是從力血的概念 那因為這個流體是不動的 所以我們叫做流體淨力血 實際上直接在想 就是算這個 大家要我們知道 那個在水下的壓力 深度H的地方 承受的表壓力是跟比重 再乘上深度的意思嘛 所以在A點這邊承受的壓力怎麼都大 是不是兩倍的γ 對嗎 應該 在A點承受的壓力都大 是不是γH 那γH是兩公尺嗎 那在1至1點呢 承受的壓力多少 算深度這兩公尺 那這邊深度多少呢 那邊在假角30度 所以2公尺加2公尺 4公尺 也就是1點 1至1點的深度是4公尺 所以壓力是4個γ 那也就是說 在1點這邊承受的力量是4倍的γ 在A點這邊承受的是2倍的γ 那也就是說 那我可以把這個壓力把它拆開成兩個面積 一個是長方形的 一個三角形的 你懂得說 對 那我把這個圖形用 這個顏色把它切開就這樣 這就是一個 這個 這個粉紅色的是一個長方形的鏈機 我們用F1來表示就是ABDE加 那題目就跟我們講 然後在這個題目裡面就是說 我們禮拜四 上禮拜四跟你講 對假設這個 這個材料它的深度 都是1公尺這樣 那這個立體比較特別 它給定的是 假設它是一個 就像板差一樣 它有一個 從這邊看過來一樣 我拿書 拿講義來看好了 因為在工程上 有時候我們會畫平面圖 你看到 就是從這邊看過來 看到這個流體力寫 那實際上 從這邊看過來 它有一個深度 比如說這個深度W 那這題目中我們講說 W是5公尺這樣 5公尺這樣 那也就是說 這個力量 這這個力量就是指的是 這力量實際上就是算體積的意思 那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 以這個立體來講 那我們就一個個演練下來 在A點那邊承受的壓力可以知道 E點也可以知道 對吧 那就是說 我們可以 我們就很快可以把這個圖形畫出來 畫一個像T形 一個T形的一個面積這樣 把T形插開成兩個面積 一個是長方形 一個是三角形這樣 那假設T形 假設這個長方形 這個長方形承受的合力 是用M1表現的 所以這個F1 指的是這個幾型的面積的力量 然後三角形的合力 用F2表是這樣 這樣說 那總力量就是把這兩個加起來嘛 就是用大小概念這樣 那剩下的就是說 那ABCD的那個合力等多少 就是用面積 下的那也是一個幾型的面積 那因為甲門有個寬度還要乘上寬度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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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面積等於多少 兩倍的Gamma 除以長度 四公尺這樣 所以這個就兩倍乘以四倍 對吧 對吧 那一指列推三角形的話 就是三角形的面積 在層上寬度這樣 對吧 那用這個關係之後 很快就求出來 所以我們不需要用課本 因為課本那是用激問的概念喔 多數的同學會看不懂 重要的是 如何把這個圖形畫出來這樣 聽懂也是吧 那因為我們 禮拜四的時候 它是用胡號 胡號的時候 那個同學比較不容易理解 所以今天我就 舉實際的例子 給各位知道 那這樣算就很容易了 那算出來以後 是60倍的Gamma 那Gamma就是Raw7這樣 對吧 那Raw就是水的密度1000 對吧 那G就是9.8 那這個計算器 按出來以後 就是588乘10的三次方 出來單位是牛頓 或者是寫成 把1000倍的N就可以寫成這樣也可以 所以最後答案是這樣 所以第一個答案 算出來了這樣 那再來是說 想問一下這個合力 這個R 我抱歉寫錯這樣 這個合力 FR 作用在哪裡 如果是這個板子 合力作用在哪位置 第一個是 要叫你求一下 合力 A點就是離 離A點的G 就是說 這個合力 G點A點的G 有多少這樣 或者直接講說 請問一下 這個T型 T型 面積的重心在哪裡 聽懂得是吧 那 以前我們知道三角形的面積 可能很容易就知道 就是在三分之二的地方 或者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T型面積在哪裡 因為沒有寫過 因為沒有寫過 這樣你們可以回去用簡單的算可以算得出來 那老師是 等一下是用力計的概念這樣 對A點 對A點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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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A點齊力計這樣 這個M就是把它想成英文的moment 力氣 對A點 那因為這個 對這個立體來講 這個夾文 並沒有在轉動這樣 所以這個力氣核是等於0的 那我們知道 F1乘上Y1加F2乘上Y2 應該就等了FR 用這個關係式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力量乘上力弊嘛 這是合力F1的力氣 這個是合力F2的力氣 這是總合力乘上它的作用位置這樣 那利用這個關係式 我們就可以求出它作用的位置出來 這樣就 再來我們就是這樣 帶數字進氣就可以了 這個最後求出來的答案齁 是2.22 什麼意思呢 離A點 離A點齁 從A點開始往下 2.2公尺的地方 作用在那邊這樣 力量齁 我們不是就等於壓力 平靜壓力再乘上 面積嘛 那那個 它的平靜壓力等了多少 是不是等於2倍跟阿嬤嘛 對不對 面積多少 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面積是夾文是高度 它的長度是10公尺 深度多少 5公尺對吧 所以應該是它的長度 那個夾文不是有個面積嗎 這L就是長度嘛 就等於 來 2 γ乘以4 乘以5 這樣 對嗎齁 等一下 4乘以W 對吧 欸有沒有問題 怎麼樣 A點的壓力 欸欸 有幾個例子喔 因為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把這個 力量把它分解成 兩個面積嘛 一個是這個 極形的面積嘛 那這極形的面積 極形的壓力 不管在V 中間哪個地方都一樣 那壓力多少 兩倍伽馬 對吧齁 所以它平靜壓力是兩倍伽馬 然後面積呢 長度乘上深度 4公尺 乘上 5 對吧齁 所以出來是80 這樣了解一次嗎齁 那A點的壓力多少 2 2 2γ 對吧齁 那因為我寬度嘛 我起寬度 起到跟它一樣 所以這兩倍γ 我就是把這個壓力齁 我把這個壓力圖把它分解成兩個面積 我用藍色齁 我把它拆開成兩個面積這樣 本來這個壓力分布是一個T型面積 聽懂我意思嗎齁 那我把T型面積分成極形面積 再加三角形面積 這樣在計算的時候比較好算 你也不用激溫了嗎 激溫可能同學會更難理解 那也就是說 我可以把這個鏈機 實際上是我們要求這個T型的鏈機啦 T型的體積 1 2 3 4 哪一個 1 2 3 4 哪一個 B嘛齁 對 這邊有三個例嘛齁 F1 對 F1到A點的力氣有多少 我們設Y1嘛齁 立成 那F2到A點的力氣就Y2這樣 那這邊有個力量 那理論上這邊還有個力量 可以把它點回來這樣 那我們假設這個合力是這樣 那這個氣體是指的是 合力作用的位置 離A點的氣體這樣 Y1 就這個長度啊 重心在哪裡 對 F2就是重心 然後Y2的重心在哪裡 三角點的重心就是 離A點三支2H的地方嘛 是不是齁 如果還有問題齁 這個 這個Y1指的是合力作用的位置 Y2指的是三角形這個力量的作用的位置 你懂我意思嗎齁 那假如沒有問題我們就進入到第四張講一下 那第四張 第四張 不好意思齁 就沒有力寫的概念 不是 就力寫的這種計算比較少一點 但是 它會出現一個公文數學的降量 跟積分的概念出現就是了 那 這中文是積分的形式齁 就是 一個 想問一下 Ctrl波論 發成中文叫公式容積 或者公式體積 在熱力寫有學過吧 就指的是 我們在講白話 就是講開放式系統的意思這樣 流體力寫一樣 流體力寫一樣 有時候我們還會 有一種是我們在熱力寫裡面 流體力寫裡面 有時候我們會講 系統 控制容積 系統 比較像我們所謂的一個 後面式的系統 那另外一個開放式的系統 比較像屬於這個東西 那我們上課的時候 希望同學把這英文數以記一下 CV這樣 就是 控制容積 就是講我們分析的問題這樣 控制表面 什麼意思呢 那 熱力寫裡面講的 control service 是 邊界的意思這樣 我們在分析系統的時候 一定喔 分析的問題 然後以一個邊界氣溫 邊界裡面 系統跟外界的意思嘛 所以 但是在熱力寫 或者在流體力寫裡面 它用的數語是叫CS 它不叫邊界 所以我們就講邊界 就聽了懂 那因為這個是外國人他們 因為在18世紀 外國是一個強勢 在科技上面 所用的符號 都用國外的專有名詞 這樣 聽懂一次嗎 就不是用華人的 所以這個control service 就講邊界 我們要講邊界 一個分析的一個邊界這樣 那這邊呢 這是一個基溫的形式 到第五章 第六章以後我們就講 微溫的形式這樣 就是描述數學的時候 流體力寫的時候 會用到一些數學公式 這個是用基溫的公式 到第五章以後 先講微溫的公式 浪微溫不是長微溫 是用偏微溫 那各位寫的流體力寫 都會碰到機會比較多的是 偏微溫方程式這樣 那也就是說 是比較不熟悉的啦 不是幸運 是比較麻煩的這樣 那我們開始 我們開始 我們首先 我把這黑板就擦掉了 再來 同學稍微聽一下 那個 因為我們要推倒出 流體力寫的一個 基本的方程式 那基本上有兩個 大方的一個是 質量所聞方程式 一個是 力量所聞方程式 所以 所以這一天 我們講基本的定義 一個是講質量所聞 一個是講力量方程式 那力量以前 國中有學過 牛頓第二定義嘛 那我們希望 由這個定義 我們想去推導出 複雜的描述 流體運動的方程式 這個以前 我們是講的是 一個指點運動 一個固體 運動的時候的 力量方程式 那流體力寫 它的指點不是一個 是有 無限多格這樣 描述這麼多顆的指點 它的一個 運動方程式 我想 所以它需要 這兩個方程式為基準 那我們來看一下 質量所聞方程式的話 我們知道質量 就是等於密度乘上 體積這樣 對吧 對吧 那這個要怎麼寫 就等於 如果跟進 我們就對這個體積積分 這樣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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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流體力寫裡面 如果有 有時候會出現這個體積 就代表體積分這樣 那一起微積分的時候 我們講體積分的時候 會有三重積分 對吧 那有時候我們寫成 在流體力寫為了減變 我們就寫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 下標有個體積分 或者有一個CV 就是有一個出現這個 對這個體積 CV 積分 代表是體積分這樣 或者把它想成是一個 三重積分這樣 那你寫這個符號 看起來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有時候會這樣 就是密度乘上體積這樣 我想可以寫的 這個是基本 可能後面等一下 我們用到這個概念這樣 那另外一個我們再回憶一下 劉頓第二定力這樣 力量 馬 對嗎 所以牛頓第二定力 力量乘你質量乘上加速度 那這個加速度是什麼意思呢 加速度就是 那這個 不對 解瘦掉 抱歉喔 我們以前寫的質量習慣用小寫 那這個流體力寫裡面 它用大寫的代表質量 或者小寫都一樣的意思這樣 這個 這個 所以這個是用m m乘上a 然後 就是等於p 這個地方的p 是一個動量 動量 就是 質量乘上速度 就是對線性動量做一次微分 就是所謂的加速度的力量這樣 我們就是這樣 就是 那 像 像同學先從這邊找著 就是說 一個是講到質量所能的時候 我們跟這個概念這樣 另外一個是牛頓第二定力的時候 就講的力乘以 質量乘上加速度 那實際上也就是指的是 這個 這個力量 這個加速度也就是所謂的線性動量 被實現一次微分降 實際上 你把它看一下 你把它帶進來就可以看得懂了這樣 對嗎 加速度就是速度 對時間一次微分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這看得懂意思吧 速度對時間一次微分是不是加速度 有沒有概念 那就是 這就是加速度的意思嗎 你從左邊這樣 你把從右邊 往這邊看回來 就看得懂了這樣 那這個就是指這個意思嗎 我們先介紹完這個東西以後 等一下我們要介紹一個流體力寫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定理這樣 我們再來介紹一個定理 就是 等一下我再把這個標題寫下來 下面我們可以介紹一個定理 這個定理是在流體力寫裡面一個很重要的 那這什麼定理呢 那這什麼定理呢 我畫一個問題就是 我畫一個問題就是 到S空間裡面 到S空間裡面嘛 那這個 連絡傳輸定理 就指的是 一個系統 這個 系統 用這兩種數學方法 尤拉方法 跟 拉關係方法 描述的時候 這個數學怎麼 怎麼去把它做 轉換的意思這樣 讓它可以透過這個定理 從這邊推倒的公式 帶到這個公式裡面 就可以轉換成這個公式這樣 就很像這個 拉帕斯那個 激昏的意思一樣 從時間轉換成S問題來 那這個定理 自己說這個定理怎麼導的 我們就不講 就是說 它是用來描述一個系統 跟 控制容器之間 數學之間的一個相互關聯性這樣 那這個定理 我可能把數學式寫下來 讓我可能好好跟你解釋一下 那它會有一些符號 那這個符號 我可能第一次看到 也不用擔心 老師會跟你解釋清楚 這個 它這個 這個公式 有沒有發現 左邊這個是講 系統概念 右邊是講 左邊 我們先看這個符號 左邊講的是一個系統 這系統是用油拉 用打管理座標系統描述的 那右邊這個是比較講 Ctrl CV 就是開放式系統 CS 就是邊界 講邊界 那左邊這個比較像是一個 用 Lagrange座標系統 把 座標 放在 你所分析的指點上面 的意思這樣 那這個兩個關聯性 那這個N 你把它想成就速度好了 你也可以想成質量 這N只是一個 其中 我把它解釋一下 N喔 就是流體的性質 這N是一個符號 你把它想成質量也可以 或把N把它想成 動量也可以 因為等一下我們是要推倒 質量守衡 跟力量守衡的方程式這樣 那這邊還有出現幾個符號 這邊有一個符號 這個可能是 我們先把它留著 我把它解釋一下 那其中這個符號 E打 這個E打指的是 就是 這個 這個C大是 就是E打 E打是指 單位質量 流體力寫的性質這樣 也就是把這個N除上M這樣 例如 例如 例如N等M的話 如果這個符號裡面 這個N代表了質量 這個E打就是等於E 這個數字這樣 就很簡單這樣 就E這樣 那如果 N等於 如果這N等於線性動量的話 如果 如果這個N代表了動量的話 那這個E打就是代表速度而已這樣 就是 我們會用到 E打要嘛去E 要嘛就是速度的意思這樣 那因為它寫出一個通式出來的意思啦 寫一個通式 那這N可以代表 在你的一個流體力寫裡面出現 也可以代表壓力 也可以代表別的符號 溫度也可以 我想 都可以 那只是我們大會 它會用到的是 N等於質量 或者N等於線性動量 不需要這個量的 其他的可能就比較不會用到 那重點說 這個公式怎麼來的這樣 那我把這個標題寫一下 這個四字二解就是這樣 這個是講 在系統的時候 一階的導數 跟在 控制容積裡面 之間的 關聯性 那這個關聯性 它是可以用數理的方式把它推導出來 那因為我們流體力寫裡 用左邊這個方式 描述很容易這樣 用 管理座標描述流體力寫 它用的公式很簡單這樣 但是 流體力寫 因為它是分子有無限多個 我們一般我們會用油拉坐標系統 也就是最後我們看到的公式是要 用右邊的方式描述 用左邊很容易推導 但是用的時候是要用右邊的公式這樣 那怎麼辦呢 我們是要 左邊這個東西可以推導出來 我們代入這個公式 我們就可以 把右邊的東西就導出來就是 這道 idea 是這樣 如果你推導用右邊 一開始就用右邊的方式推導 那那個推導會比較複雜一點 你可以用左邊的公式把流體力寫相關的公式 把它推導出來 再代入到這個公式裡面去 把它轉換過來 轉換到這邊來 那這個定語就是在描述 系統跟空置容積之間 這種公式之間的關聯性 那希望同學去看一下課本怎麼推導這樣 那推導裡面會用到很多術寫這樣 如果有些同學想積積在深寫的同學 一定要把它讀一下 你讀懂了可能就知道那個內行的意思這樣 或者你只聽得到的老師一樣 那你把它想著這個就是la plus一樣 時間的domain 這個很像是s的domain 你懂得是吧 那它透過什麼關係 透過這個等號關係 那是把la plus對那個物理量做氣氛一樣 那因為我們會用到這兩個物理關係這樣 像n等於m的時候 或者n等於限定功量的時候把它帶進去這樣 我們可以得到這個關係是這樣 那我們先來看看質量鎖 幫我們試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質量鎖的關係 我們剛才前面有講過 如果用系統的觀點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下面這一節我們要講質量鎖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用系統的觀點來看的話 系統的質量鎖的觀點的話 這觀點的話 我現在寫字寫得很潦草 就直接寫 質量鎖 一個系統 你們要想說如果hobie系統 它的質量沒有進沒有出 就像三個同學我把門關起來了 在這50分鐘同學沒有人進出 那這61位同學隨時間的變化等於0嘛 對不對 那或者是你用這個大m跟小m之間是 這個m就像1號2號3號4號一樣 那有61個 叫到61號一個把它加起來這樣 你可以把這個質量拆開成密度成上體積 這是用這個觀念就講完了 就等於0這樣 但這一節在講什麼 是用控制容積的觀點來講 因為我再用你們幾分鐘的時間 就是說這樣的概念還是什麼 那如果用控制容積的觀點 那它的觀點寫什麼 我把它寫下來 這應該是 這個公式是 用控制系統的觀點所推導出來的 指量什麼方式 那因為我們第四章是講積婚形式的嘛 所以有出現積婚這樣 然後第五章的時候 我們會講違婚形式的 會把積婚拿掉這樣 那這個公式怎麼來的 可能佔用你們幾分鐘的時間喔 不好意思 我用這個定理從這邊打 我把這個把它留著 從這邊打 你用N等於M代進器這樣 用N等於M這樣 然後E打就等於 這邊 我們把這個用 我們把它代入 把它代入到上面的四十來 對吧 代入四十來 一半我們就可以得到 那這個E打等於多少 E嘛 然後E打 對吧 對嗎 對吧 這個公式就這個公式這樣 那 我可能要跟你們再解釋一下 那這個 這個很像是什麼意思喔 我們流體力血的 熱力血裡面指的是 如果這個系統不是一個穩定的系統的話 這個指的是在系統裡面的質量 隨時間的變化力這樣 那這個呢 什麼意思呢 經由邊界進出 所造成的質量改變力 對吧 那出氣的為陣 還是進來的為陣 那 中海的 中海的 流出氣的為陣 這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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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記得 流出氣的為陣 因為這個定義的關係這樣 這個是 這個叫通量 速度通量 速度乘在面積嘛 Rux 等於有速度在乘在面積 就是我們所謂的通量 那因為速度跟面積剛好是什麼 方向是什麼樣 我如果以 以岩管的例子來換喔 岩管來講 速度這樣進來 對吧 那面積呢 它的面積什麼方向 它的面積是 對吧 對吧 聽懂的意思嗎 所以 速度 乘上面積 剛好方向 電倒 對吧 所以是護號 那一般來講 所以 以這個例子來講 這是進來的 是護的 聽懂嗎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 這邊是速度是 啊 面積呢 方向 對吧 就同一個方向 出氣的為陣 我畫這示意圖 可能畫的不是很小 以路口來講 這個地方來講 這是路口嘛 路口速度跟面積剛好成 相反方向 所以這個 這個呢 內積算出來會 有個呼號這樣 對吧 那這個呢 在出口處的話 面積方向 這個指的是 這指的 這指的 速度是同一個方向 所以 內積是正的 所以這個指 所以 我們 禮拜四會跟你講 這個通量 流出氣的為正 流進為戶 那純粹是一些數學的定義造成的 這樣 那老師只是畫這示意圖 讓你感覺一下 在入口處的話 因為速度的方向 不要面積的方向 顛倒嘛 對吧 對吧 那我們知道 這兩個相乘的話 就是 大小相乘 再乘上夾角 那夾角是 負180度 就是cos的 不對 cos 負180度等多少 負1 對 那這個 假角等於0 cos 0度等多少 1 那今天 就上到這一邊